火锅不仅是重庆人民的最爱 还征服了万千少男少女的胃 最初火锅并没有辣度分级 哪个店都不辣哟 辣餐咯 围一千人吃 有的说不辣 有的说辣 压根没个准 现场一片忽暖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 有问题就有人解决问题 一个白发飘飘 深藏工艺名的高人 首一回将火锅分为了 微辣 中辣 特辣三种 纷争暂时得到了平息 人类的需求更是无限的 今天的微辣 怎么和昨天的微辣不一样啊 服务员 你过来 简单的分级 压根没法满足挑剔的时刻 火锅店里的纷争又开始了 为解决这个问题 德庄集团董事长李德剑 开始辣度的研究 他发现 现在的辣度标准太专业 看不懂 民间的辣度又太粗犷 不严谨 他携手重庆市企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李延飞 西南大学教授李红军 没人闻业泡在实验室研究辣椒 终于成功研发了李氏辣度 可以又准又快 检测出产品中的辣椒素含量 像白酒的酒精度数一样直观 借助德庄旗下600多家实体门店 收集分析了近数亿次的消费数据 找到消费者普遍接受的 对于微辣 低辣 中辣 高辣 特辣的范围分解 由此两个数据的结合 才得到目前李氏辣度的分解体系 随着我们对用户习惯的不断收集 未来还会推出更多个性化的辣度 比如即将推出的75度爆辣 将辣爆你无辣不欢的小心肝 现在在德庄火锅店里 每个时刻都能通过辣度试吃 找到适合自己的度数 大体来讲 12度适合儿童与老年人 不麻不辣 刚刚好 36度 闺蜜想轻松唠个磕 香香辣辣 心情好 45度 适合情侣约会试吃 热辣辣 心跳正好 52度 兄弟伙儿一起烫火锅 划全约酒正合适 65度 留给敢挑战的人 未来还将有75度更高辣度 你敢来挑战吗 理事辣度的诞生后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辣度 以后吃火锅直接喊度数了 老板 我要12度微辣 老板 我要65度特辣 这种方式不只用于火锅 凡是带辣椒的食品都可以用 辣椒面 辣椒酱 甚至是辣椒油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纷争 大家开始了幸福的吃辣之旅 有情况你会想要出去 我来挑战是不准备的 这种方式不准备手 我去没有锅里 1%已经进行 我去席